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让身边的他跟你一起急剪 最近很多朋友跟我说 他说我现在进行急剪当中非常开心 然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如果身边的这位不肯急剪 又是够狂,又是喜欢臀物皮 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就讲一下 其实一个人他在真正的开始急剪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像我也是 我要真正的从中领悟透露这道理 我可能才是真正的来实行在自己身上 比方说你身边的人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先做好自己 当你非常非常享受 enjoy在集结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影响旁边的人 不需要强硬的去扔他的东西 因为你越强硬 他越想和你对着干 他觉得你凭什么要扔我东西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先做好自己 然后呢让对方可以看到你在急剪过程当中 你所受益的东西来慢慢的影响对方 然后呢如果对方比方说 当然了我们在急剪过程当中一定要尊重对方 因为呢每个人都有他心爱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他执着的东西 他当他没有想开的时候 他看什么都是好的 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样啊 要给人家要给对方一个慢慢的就是一个过程 像比方说你身边的人他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特别爱好的东西 应该给对方一个专属于他的空间 比方说你空出来一个柜子 或者是专门给他准备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呢只是放他最心爱的东西 但是只限于这个柜子 柜子以外呢就不可以再乱放东西了啊 就是说公共场合呀或者是你负责打扫的地方呢 都应该属于极简状态下 如果他真的有自己所爱心爱的东西呢 你也可以不管这个东西有多没有用都好 如果他真的是心爱不舍得扔的 都可以给他一个专属于他的空间 放他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因为这空间减少以后呢 他就会精心的挑选他什么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 最喜欢的东西 其实在这个挑选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在做极简了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idea 就是说好非常好的办法 给他的就是让他摆放他东西的空间缩小 然后呢由他自己来选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 什么东西不可以放进去啊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其实就变成了变相的极简 而且呢在我们不管怎么极简 扔掉他的东西都好 至少他的宝贝东西是是是安全的 你给了他一个专属他的空间 而且呢他会很用心的把他喜欢的东西 非常整齐漂亮的摆放在那里 可能说不定还经常会去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达到了真正的目的啊 就让他学会在物质当中 开始慢慢的重视他喜欢的东西 慢慢的分辨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的 同样的也可以也开始付出于行动 来就说去去把它们放好摆放好 这样子比方说他有了新的心爱的东西 你说可以啊位子就这么大是吧 你要么就要拿出来一个就是再放进去 要么呢反正是你就必须的 反正是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 因为你塞进去了 他如果真的是都是自己心爱的东西的话 他就会堆放的看不到 慢慢的他也会感觉到啊 其实这些东西我并不是很爱他 如果很爱他的话我会把它放的很漂亮 很整齐 所以这就是一个慢慢的变相的 在让身边的人养成极简主义啊 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喜欢没关系啊 你一定要摆放整齐擦拭的很干净 让他让他有蓬然心动 让他给你带来生活上蓬然心动的感觉 这样的话呢我才相信这是你最心爱的东西 我才允许你把它留下来 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是吧 那如果他他只是啊我不行这个也不许人 那也不许人 但是只是随便的塞在里面 那你怎么又怎么又能体现这个东西 是你心爱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的去引导他们 慢慢慢慢的来让他们踏入极简的这个路程 其实极简 而且呢还有一个观众朋友说 让我讲一下 就是说极简有什么不好处 其实物极必反 什么事情都有好处和不好处 而我一直提倡的是呢 大家做极简呢 只是要领悟透其中的道理 像现在很多观众朋友 他领悟透这个道理之后呢 他去旅游啊 shopping啊 完全就不会再有以前那种购物狂的心态了 这就表示他真心的理解透了极简的这个道理 其实你真的是不是家里边非得要 什么都空无一物 什么都没有就是极简吗 不是的 我们要学里面的精神 学到让这个极简用到恰到好处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做到 在怦然心动又舒服又开心的状况底下 所以极简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让我们可以过得舒服的这个一个工具 而并不是说我们这是我的目标 我必须要达到它 我必须要做到它 因为我们那如果你真的是本身就喜欢极简 那是最好的 可是有的人是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会的 我们还是喜欢物质围绕着 但是至少我们开始学会了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什么是我们需要的 什么是我们真的是没必要所拥有的 特别是我们经常买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将来可能用到 我们想象的可能用到 或者是说 我可能就是总之大多数都是我们以为我们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买 像以前我买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 这个也能用到 那个也能用到 这个丝巾 我会想 哇 这个丝巾这个颜色我没有 这个颜色也没有 这个包包这个款式没有 我这个没有 我买回来肯定能用上 如果我总是以这种心态想的话 那我什么都会买回家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 而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会变成 我可以用这个代替那个 我可以用这个代替这个 这个我其实现在我真的用不上 当我把整个思想的想法反转过来这样想的话呢 那我真的是一点动力都没有上 去买一大堆东西回来 真的是没有的 所以 所以极简呢 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让我们生活变得舒服的工具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极端的行为去来做 而且我们做人呢 一定要随时审视自己 当你觉得不开心 不舒服 那你或者是心中有怨恨 或者有压力了 你就应该停一停 让自己relax一下 好好想一想 是哪里出错了吗 是不是东西越来越 是不是这东西会 为什么会给我带来烦躁 我是不是应该停一下了 或者是说我最近为了极简 我又省钱 省这个省那个省的 省得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好像很压抑 过的生活很不开心 那就应该是时候放松一下 或者呢 去把省下来的钱拿去旅游 或者是说去买一样 自己特别特别喜欢 又觉得非常有用 非常珍重的物品来奖励自己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人只要你能保持住这个平衡 你就会是幸福的 不要钻牛角肩 不要极端 而且呢 你的这种极端会让家里人反感 而且不要强迫别人去和你极简 因为你的强迫会 并不能给别人带来感觉 你是享受的 你是开心的 就像我们打扫家屋一样 如果你打扫家屋 你边打扫边骂 你身边的人怎么可能和你一起参加 这种打扫的过程呢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或者孩子心目中 留下的印象就是 打扫就是一个烦躁的事情 就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一件让人会累会讨厌多余的事情 可是当你打扫卫生的时候 你是快乐的欢快的 你是一个极简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身心舒服的舒畅的 那看在别人的眼中也觉得 这件事情原来是有这么多好处的 然后别人才会想要尝试着去做 对吧 这就是你在间接的影响他人 可是你的如果你的行为是那种 哎呀 边扔边骂 边打扫边吵边说什么的 然后嘴里还咕咕囊囊囊的 那别人怎么可能会觉得 你在做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呢 又怎么可能去和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呢 当我们在说别人不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自己反 自己显现出来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enjoy 而且并不是说你的这种enjoy 要给老公看到是 哎呀 我很喜欢打扫哦 我真的很喜欢 不是的 而是要让他看到打扫和极简 可以让你身心舒畅 可以让你心情开阔 可以让你减压 然后如果你的老公有压力的时候 你也可以让他去做一些 这样的事情 当然男生们有时候不喜欢打扫 你可以让他去 比方说建议他 当他心情不好的话 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极简啊 收收一些东西啊 自己一些衣服不要的 你就往外扔一扔啦 你可以就是慢慢的拉他进来 当他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慢慢慢慢享受了 之前有观众朋友说我 说 哎呀我老公被你 被听了你的视频之后呢 一开始很反对我极简 后来听了你的视频之后呢 又被你感染了 可是最近呢 我又遇到瓶颈了啊 他最近又说 又说我太极端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他 我说你是不是 扔了人家心爱的东西了 我说你是不是 又怎样怎样了 他说是啊 你怎么知道 所以有很多东西就说 当他开始萌发这种 想要参与的过程当中 是要慢慢来 你不能忽然间 哎呀他他啃了 那你就逼着人家 把人最心爱的东西 都扔掉了 叫我我也和你翻脸呢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分寸 而且特别是在 慢慢步入进来的人 他需要一个过程 和需要一个时间 你要去理解他 你不能让人家 就是哎呀 行我极简了 你就可以扔光人家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自己也不行啊 就像我极简了 这么长时间下来了 我到现在 我还有一些东西 我不舍得扔 我有些东西 我不舍得放手呢 但是我只要我每天 可以有一样东西 肯放手 我就觉得我在进步当中了 所以只要我们不停 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终有一天 可以把这种极简 达到一种 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不一定要 一下子都清空了 一下子都清空了 那种可能太快 也会有失落感 慢慢来给自己时间 给身边人时间 好嘞 今天就要就短短的一个微调 有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近很多观众朋友 写信给我 就关于讲了 他自己就很injoy 极简了 可是身边的人 不极简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做呀 就是怎么说 很多这样的来信和留言 所以呢 因为我之前有写过一个 关于如何和家里人 一起极简 但是那个视频呢 讲的都是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比较喜欢屯物 很多这种东西不舍得扔 而这次呢 就讲的是我们身边的人 比方说儿子啊老公啊 家里人呢 就是各个方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在极简当中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希望观众朋友 如果你遇到困难的话呢 尽管给我留言 然后呢 我会尽量解答你 而且如果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 比较普遍的话呢 我就会拍一个视频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在极简过程当中呢 你们尽量去找我的视频看 因为我在前一段时呢 几乎把我在极简过程当中 遇到的所有困难呢 都已经拍视频拍下来了 所以应该都比较全面了 如果你们在极简过程当中 再遇到一个比较 比方说比较大的困难什么的呢 你就先看视频 如果没有 或者找不到答案的话呢 就留言给我 好吗 这样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然后顺便呢 也可以帮助到一些新入手 就是新参加极简的朋友 或者呢 并且呢 如果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就是做极简的朋友呢 也希望你们留言 多来指导一下我们 让我们一起可以 从这个极简过程当中 克服一些困难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呢 步入一种 轻松愉快的环境底下啊 也希望 就是也希望这个极简呢 不要说是像一种流行一样啊 大家伙都极简啊 极简完了 流行过了就算了 我们尽量把极简 变成我们part of life 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慢慢的开始 变成 就是那个zero waste 就是零浪费 因为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经常在外边吃啊 经常叫外卖啊什么的 所以每次外卖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外卖盒子啊 堆积如山啊 我就心里面就特别的 就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制造垃圾的状态 实在是太庞大了 所以我先尽量 就在尽量尽量的 极简之后呢 然后慢慢的让生活 处在一种越简单越好 我也希望能将自己的生活 控制到越少垃圾越好 然后我们慢慢来 我们的灵魂在升华 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简单快乐幸福 是吧 所以从一点一点的开始 往往有些时候 当我们的欲望 不再无限扩张的时候 反而我们可能就幸福快乐了啊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